这个书一和书二的专题 然后也是咱们开班之后呢 第一次分书一书二书三这样去讲课 那么希望大家呢 尤其是书一书二同学要习惯一下 因为你们的知识要比书三的同学的多 我们今天呢也不一定能讲完 所以我们还是贯彻之前的这个方针战略是吧 讲清楚讲明白 咱们不要图快啊 讲不完以后我们再讲就行了 没关系 好了我们先从这个上册 上册第一大块 关于这个导数的物理意义来给大家补 其实呢 只要是变化率的问题 其实都是导数 只要是变化率的问题都是导数 也就是形如这种 ΔY除以ΔX LimitΔX靠近0的时候 这种形式的极限问题呢 只要它存在 都可以用DY比上DX形式来表示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中学数学 我们讲不是中学数学了 应该是中学物理 我们涉及到的概念 叫做路程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是吧 假设在这个T 到T加ΔT的这段时间里 这个路程的改变量呢 是ΔS 那么我们此时就想到了平均速度的这个概念 用ΔS除以ΔT 得到的呢 就是平均速度V是吧 好 我再给这个ΔT取上一个极限 当自变量的改变量靠近0的时候 这个变化率 ΔS比上ΔT 如果极限存在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叫做DS比上DT了 这是沿用刚才这个导数定义中 写出来的这个符号 而这个平均速度 在ΔT靠近0的时候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一点处的顺势速度 OK啊 那于是V等于DS比上DT 这个式子本身就是数一串 需要掌握的导数的物理意义的一个公式 对吧 OK啊 S代表的是路程 T呢代表的是时间 S对T的变化率 这个本身呢 就是顺势速度 顺势速度 好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呢 我们再去引入加速度的概念 你比如说 在ΔT这段时间里 你的速度的改变量是ΔV 那么此时我们就知道 这个ΔV比上ΔT 应该是平均加速度是吧 OK啊 这个平均加速度 如果沿用Limiter ΔX靠近0时 这个变化率 它的形式来表示的话 这个位置呢 又可以写成DV比上DT 那么此时 这一点处 那就是顺势加速度了 那这个A呢 就可以表示成DV比上DT了 所以 从导数的物理意义的角度 如果需要大家去备公式的话 这两个公式呢 你还真得知道 好了 那么我们又学过反函数求导这个知识点 在反函数求导这支点结束之后呢 刚才的这个公式 其实还可以继续进行变形 你比如说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V 它本身呢 可以写成Ds 比上DT 好了 那么此时 我还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再去给它改变一下 因为导数是微分之商 所以 你让我去除以DT 我可以先除以DV 然后呢 再乘以DV比上DT 好 那么至此 大家就很容易发现 其实我们写出来的这个式子 Ds比上DT 等于Ds比上DV 再乘上DV比上DT 这个DV比上DT 就是A是吧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A 就有了这个加速度的概念 是的啊 你可以根据要求 随意的去改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这个A 你也可以写成 DV比上DT 是的 这个V呢 又可以写成谁 没错啊 这个V 你又可以写成 Ds比上DT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这样改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可以引入 二截导的概念了 对吧 所以这个A呢 就可以写成D方S 比上DT方 是啊 所以这些个导数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根据题目的要求 任意的进行改动 改成你需要的形式就行 所以别认为呢 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式子 对 你可以根据题目的要求 随意的去改 好了 我把这个式子写完之后呢 在这里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 V分 没有讲长V分方程 所以没办法给出 关于VS和这个A 之间的这种解答题 用什么形式出 这个呢 我们现在没办法做 所以我们得等到第六章 讲完长V分方程之后 再去给大家看具体的 这个解答题的形式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毕竟它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点 这个VS和A 它们之间的关系 什么时候常用呢 最常考的形式 就是跟牛顿第二定律 结合在一起 造一个长V分方程 牛顿第二定律 那就是 这个物体所受的核外力 应该等于 这个物体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是吧 所以F等于M乘上A 这个式子会经常 跟刚才的这个S呀 V呀 A之间的关系 扯上关系 让大家呢 去建立微分方程 建立长微分方程 然后再去减 所以还会涉及到 这个受理分析之类的事情 OK啊 好了 我们数学呢 不考那么复杂的东西啊 数学不考那么复杂的 所以等我们讲到 长微分方程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呢 再建立这个具体的函数关系 让大家呢 再去看一下 这部分的题特别复杂的 像什么悬链线问题 咱肯定不会考 对吧 这种历史遗留的难题 咱们肯定不会出现在 考研数学的试卷上 OK啊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说我物理不太行 然后这种题我能不能做 要么这个物理 也是所有课程中最差的 如果不是因为物理拖后腿 要么的高考成绩 基本上就接近满分了 是的啊 但是呢 这不妨碍 我现在去给大家讲这块 对吧 嗯 是的 所以没关系了啊 好了 来我们去看看呢 在这一部分 导数的物理意义之下 也就是这三个字 叫跟变化率相关的事情 跟这个变化率相关 是的 然后这种考题 应该用什么形式去出 OK啊 嗯 来我们去看看这道真题 大家仔细去审题啊 说 已知这个动点P 在这个曲线 Y等于X三次方向运动 啊 审题 这是一个动点 它是在这个曲线 Y等于X三次方向运动 即这个坐标远点 与点P之间的距离是L OK啊 有这么一个式子了 叫做L 代表的是 坐标远点 与点P之间的距离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我说 这个坐标远点 到点P之间的距离 是有一个距离公式的 对吧 OK啊 那于是呢 这个坐标远点 其实它的坐标 用有序数对的形式来表示 就是00 那你能告诉我 点P的坐标 应该怎么写吗 知道吧 我现在讲的这块 讲义上没有 嗯 也不是没有 你如果非常想记在讲义上 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这块对应的讲义上 应该是导数的几何意 与物理意义 大家可能记讲义 记习惯了啊 这在讲义是27 但是讲义上呢 没有这么多题 因为毕竟是数一数二数三 共同要用的讲义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再单独给大家补题啊 没有那么多题 对 你如果想找讲义 对应位置的话 请去看讲义27 教导数的物理意义啊 好了 我刚才提到 我说点P的坐标 可以用什么形式来表示啊 这个点P是在曲线 Y等于X三次方上运动的 所以点P它的横坐标 如果是X的话 这个纵坐标 应该是X的三次方 好 那么此时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 描绘出来的L应该怎么写啊 是的 横坐标之差平方对吧 纵坐标之差平方 所以是X减零的平方 再加上X三次方减零 那应该是X六次方对吧 行 我把这个L呢 摆到这里之后 来 你仔细去审题 他说 若点P的横坐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 是常数为零 是的 咱们所谓的应用题 就是读不懂题 这是最最头疼的 因为应用这件事 其实并不是考研难 对吧 咱们从小学一直难到现在了 这个难呢 也很正常 难就难在读不懂题上 那请问 什么叫横坐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啊 是的 但凡提到变化率 那都是导数啊 有这句话吧 导数是函数变化率的精确描述吗 所以 只要说 谁对谁的变化率 那么对字前边的 就是音变量 对字后边的 就是字变量 这个像讲英语吧 特别像是吧 所以 坐标对 横坐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 说的其实是 DX比上DT 应该是V0 OK啊 他说的是 DX比上DT 应该是V0 好 那么下边这句话 又是让你求什么呢 他说 当这个点P 运动到这个点 E1的时候 问你 L对时间的变化率 那请告诉我 L对时间的变化率 求的又是什么呢 是的 对字前边的 其实是音变量 对字后边的是字变量吗 所以你其实求的是 DL比上DT 那么 当什么什么时呢 当点P 运动到E1的时候 也就是 当X等于1 Y等于1的时候 对 求的就是这件事 那好了 我再把这个已知 给大家抄一遍 我已知的是 DX比上DT 我要求的是DL比上DT 千万别忘记 L和X之间有个关系是吧 所以请问 你得跟已知扯上关系啊 那DL比上DT 我想跟DX比上DT 扯上关系 是不是就得用导数 是微分之商这件事 那于是呢 你是不是应该写成 DL比上DX 再乘上DX比上DT 讲过这件事情吧 你可以任意改 对吧 于是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 就变成了 两项分别求导 然后再去求成绩 OK啊 L跟X关系怎么出来的 是用距离公式出来的 对 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出来的啊 你可能来晚了 那L对X求导 你自己去看看 这个狮子对X求导 我直接写了啊 那应该是 二倍的根号下 X方 加上X六次方分之 X方求导 是2X X六次方 是六倍的 X的五次方 好 然后DX乘上DT 这个原体呢 其实是告诉你的 DX除以这个DT 它其实就是一个常数 为0嘛 好 你把该约的呢 都给人家约一下 然后上下能同时 除以一个2对吧 所以是X加上3 X五次方 除以根号下这么一堆 现在你就可以将点 带进去了 那你让我求的呢 是DL比上DT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的导函数值 是不是 那请把X等于1 带进去吧 上边带1 其实就会生4 下边带上1呢 就会是根号下2 然后再乘上V0 稍微给人家化解一下 那应该是2倍的根号2 V0的形式 就可以了 从样妈的角度呢 是特别喜欢 特别希望去出物理应用的 我也在这里呢 给大家猜一下 我觉得今年呢 应该会出物理 今年应该会出物理 所以大家呢 这个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物理题呢 一般是连续两年出 一般是连续两年 这个18年刚刚出过 18年刚刚出过 所以今年 也就是我去年 在讲这个冲刺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压过 变化率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二战的孩子 你也可以去想想 你当时听 要么冲刺的时候 要么是不是讲了书2 尤其是书2 特别容易去考物理应用 是吧 今年我还会这么说 OK啊 去年考的是个大题吗 是的啊 去年考的是大题 OK啊 咱们不压题 但是这种可能性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 这个物理应用 是连续会出两年 是的啊 连续会出两年 所以像这里 变化率的问题 你得找清楚 谁对谁 所以这种关键词就是 对字前边的 叫音变量 对字后边的 叫字变量 但凡涉及到变化率 那都是导数 请把这个导数式子 表示清楚就可以了啊 好 来 我们把这个速度 速度跟路程的关系呢 再给大家去延伸一下 你刚才呢 其实已经听我讲了 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S 如果对T 去求导数 那得到的就是V 其实咱们 这个前两个班 合班之后呢 咱们已经讲完了 定积分所有的东西 已经把定积分的事情 说完了 所以我现在来问一下大家 那你是不是应该承认 这个S 其实应该是V 它的积分 对吧 对吧 嗯 所以这个S 其实S导完之后是V的话 这个S 应该是V的积分 对不对 是的啊 所以你这个导数的物理应用 跟这个积分的 积分的这个物理应用的 其中一个情况 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来给大家呢 再去说一下 所以 单独的关于这个路程速度 时间的关系 其实你也不必区分 导数还是积分的问题 你理解他们的物理意义 表示的是什么 就可以了啊 好了 你比如说呢 咱们的考题啊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费劲 尤其是像17年的这道题 有很多同学呢 在17年考场下来之后 给二妈打电话 原话就是 感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这道题就会做 而且比现在做的还六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嗯 看看17年的这道真题 你是不是能够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的题目呢 并不是有多难 而是多灵活 你能够翻译 这个题目的要求 你就能够选出正确答案啊 OK 竖三是不用来的 孩子们啊 嗯 当然你也可以在旁边听着 如果你没事干的话 当竖一竖二都在抓耳挪 才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你那块一直说 嗯 我会 然后也行是吧 好了啊 说甲乙 两人赛跑 然后计时开始的时候呢 甲在乙的前方10米 OK 这是甲在乙的前方10米 然后实现呢 表示甲的速度曲线 看清楚啊 这块是实线啊 然后虚线呢 表示的是乙的速度曲线 三块阴影部分的面积 其数值呢 分别是10 20和3 那么计时开始之后呢 乙追上甲的时刻是T0 问你这个T0应该是多少 这个警察同学和风时刻 这是来捣乱的是吗 OK啊 说这个计时开始之后呢 这个乙追上甲的时刻 计成T0 那请问怎样就叫做乙追上甲了 怎样就表示乙追上甲了 是的 那是不是就是乙走过的这个路程 减去甲走过的这个路程 只要等于10 那就叫追上了是吧 千万别认为是面积一样 因为你大前提条件 甲在乙的前方10米啊 甲在乙的前方10米处是吧 所以乙如果想追上甲 乙走过的这个路程 应该比甲走过的这个路程 要多10米 所以咱们现在知道的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等时关系 那好了 假设呢 追上的这个时刻是T0 那请问 从计时开始到T0 乙走过的路程 应该怎么表示 我再说一遍啊 从计时开始到T0这个时刻 乙走过的路程 应该怎么表示 没错 那不就是0到这个T0 对速度的积分是吧 乙的速度曲线可是V2啊 是的 所以0到T0 V2TDT 从定积分的意义上 它表示的就是这条虚线 从0到T0形成的这个面积 对吧 是的 而谁能够表示假的路程呢 没错 那应该就是0到T0 V1TDT 从面积的角度 应该是0到T0 这一段上 V1也就是这条实线 所形成的面积 对不对 那么他俩意见 其实就是面积支持差 你就去看看 在哪个点处 面积支持差 恰好是10 是的啊 所以这块的面积是20 这块的面积呢是10 但是正负不一样 对吧 前边这块 其实假要比乙的面积要大 后边这块呢 乙的面积要比假的这个面积要大 所以前边这个10 如果用乙 去减的话 它其实应该是负10 对不对 它得当负10用 负10加上20 恰好是10吗 所以等于10的这个点 应该是25 所以这是一个送分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C选项 所以它本身呢 它本身没有特别的难 它只是加了一点物理东西在里边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你能不能读懂题 能不能把我们学过的知识 跟考试的题目呢 联系在一起是吧 OK啊 这是我们给出来的 关于这个导数的物理应用 我们就讲这么多 因为以后呢 等我们讲完第六章 最关键的还是在第六章 列方程解用题上啊 好了 我们下面呢 就去看一下 书一和书二 共同要求的第二大块 关于参数方程 OK啊 好了 参数方程 在书一和书二的真题中呢 尤其是书二 这个出现的太多了 所以如果书二同学呢 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翻翻你的历年试卷 我早就说过 在书二的高数 这个试卷中呢 导数出的是最多的 而导数里面呢 每年其实都离不开 参数方程 或者隐含数求导 所以你想都不用想 你如果去跟别人压题 别人问你说 书二今年会考什么呀 你跟他说一定会考求导 这肯定是能压中的 他如果再问你 那考什么类型求导呢 隐含数和参数方程 那肯定是要考其一的 肯定是要考其一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来学一下 参数方程求导 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啊 是 数一的到数一 学完这个三重积分 线面积分之后 再去跟大家说 因为像数一的孩子 你想都不用想 线面积分 重积分 一定会考题 这个根本不用想 因为你的积分 要占到50%以上的比例啊 别着急 你们的大头在后面呢 数一和数二数三最不相同 数二和数三 其实大头快结束了 但是数一还没开始呢 嗯 好了 这个参数方程求导呢 我们说 这个参数t 是唯一的自编量啊 我是不是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 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同学 从数一转数二啊 千万别啊 这个没必要 嗯 后边东西多 不代表后边东西难 OK啊 这个t呢 是唯一的自编量 而求导呢 一定要对自编量求导 OK啊 t是唯一的自编量 求导一定要对自编量求导 所以参数方程求导 一定要对啊 一定要对t去求导才行 行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说呢 参数方程求导 它的考点要求一阶导和二阶导 你都得会求 在高级的导数 其实你就不用再管了 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思想 并不是让大家去盲目的背公式啊 我们在这个讲义上 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公式 提供了公式 并不是让大家去背诵的 是的 来吧 如果有一天 咱们x和y的函数关系 并不是那么直接 而是通过一个参数t 扯上的关系 其中x是t的函数 y呢 也是t的函数 OK 那么x和y之间的关系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也就是有这个参数t 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呢 需要让大家去求一下 dy比上dx 再让大家呢 去求一下 d方y比上dx平方 行 先看第一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 叫dy比上dx 一元函数的导数 又叫微分直张 这是它最好的地方 我们知道 y是t的函数 y是不能直接 对x求导的 从而 这个y呀 只能先对t求导 你的左和右 你得是一个横等变形 从而 你上边除了一个dx 你下边呢 也得除一个dx 好了 上下同除 上边除了个dt 下边呢 也得同时除以个dt 这样才是一个横等变形啊 那于是 在求导这件事情上 你得这样去理解啊 我上下同时除以dt之后 上下两个方块 一定要单独去求 dy比上dt 其实是y比儿t dx比上dt 其实是x比儿t 所以 参数方程 一接导结束之后 其实是t的函数形式 过 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dy比上dx 求完一接导之后 它是t的函数形式 它是t的函数形式 行了 然后就是二级导数 这个二级导数呢 跟反函数的二级导 其实是类似的 反函数那块的原理 如果你懂的话 参数方程 你也就懂了 首先 d方 y 比上dx 平方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先给人家写一下 没错 它意味着呢 dy比上dx 结束之后 继续对x求 而 事实上 你只要把一接导的公式 带进来 一接导公式 不是y比 t 除以x比 t吗 那么此时 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函数 可是t的函数啊 你是谁的函数 求到 就得对谁进行 所以 你现在除以dx 你是办不到的 对吧 所以我们的做法 其实跟 反函数那块 非常的像 你只需要把你应该对谁求到 这个变出来 然后再做横等变形就行 从而 我需要除以一个dt 再乘上一个dt 那么 至此呢 这个求导的公式 其实就变成两部分了 左边是一块 右边是一块 它们俩单独求 中间呢 用乘号相连 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 抄一遍吧 这个 用一下 除法法则 那它应该结束于 x比 t 平方 上边 是y的二阶导 x的一阶导 然后 再减去 y的一阶导 x的二阶导数 然后dt比上dx 实际上 在反函数的一阶导公式中 dt比上dx 应该是dx 比上dt分之一是吧 所以 这个位置啊 还会多一个 x比 t分之一 对的 刚才有同学说呢 二阶导容易错 其实就是错在这里 很多同学都会过来答疑 说为什么 我求出来的 应该是平方 正确答案是三次方 其实就是在这里 你可能少乘了一下 那于是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x比 t的三次方 分之 y的二阶导 x的一阶导 减去 y的一阶导 x的二阶导数 好了 我再次强调 在参数方程求导这个环节 要求大家记住的 并不是公式 而是这个求导本质 应该是对t进行 这件事情啊 好了 下面呢 我用三个题目 来给大家去熟悉一下 这个参数方程 求导的过程 这个呢 一定会考 这个东西一定会考 这个思想一定会在 所以希望大家呢 通过三个题之后 你能够大概了解 这个解题的步骤啊 好 首先 你让我去求二阶是吧 你让我去求二阶呢 我得先求一阶 按照我们刚才讲过的 dy比上dx 应该是 y对 t x对 t 然后 再求除法 对吧 行了 你把这个式子 对t求导的结果 你去写一下 t乘上sin t 导完之后 应该是sin t 加上t cos t cos t求导呢 还有一个 减去sin t x对 t求 还会有一个cos t 是吧 行了 该化简的化简 你会发现 上边 跟下边 该约的约完 其实dy比上dx 就只剩t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让大家 去背公式的原因 其实 有些真题 你不背公式 反而更快 从而呢 我们去看看 d方外 比上dx平方 应该是谁呢 它应该是 在一阶导 求完之后 这不就是 那个一阶导吗 继续对x求倒 是吧 从而 一阶导 导完之后 不就只剩t了吗 所以d方外 比上dx平方 其实就是dt 比上dx 也就是 rx对t 求倒分之一 是吧 rx平t求过吗 又求过 那它其实就是 cos t 分之一的形式 对 也就是所谓的second 嘛 故 这道题 我就能做了 地方外 比上dx平方 在t 等于四分之π处 它的这个函数值 应该结束于 cos 四分之π 分之一 好了 剩下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高中的知识 你给它拿过来 cos 多散四十五度 二分之根二 带进去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会剩根二 好 这是参数方程求的 我们需要大家做的第一道题 然后呢 我们去看看 它是不是还 其他出体的方式啊 来去看第二个吧 这个你也不陌生 对吧 去求一下 法线方程 请问 这个法线方程 需要知道什么 是的 需要知道所谓的切点 需要知道 所谓的斜率 是吧 好了 点 能不能求出来呢 嗯 能不能求出来呢 可以啊 它不都已经说了吗 在曲线上 对应 t等于1的这个位置 所以 你先把点找到 x等于 rc tangent1 那也就是 四分之拍 然后 y呢 你再把t等一 带进去 是Lawen跟2 也就是 二分之一 Lawen2对吧 OK啊 把t等一 带进去 哎 先把这个y 等于Lawen 根号下 一加上t方 这个根号的位置 用二分之一 给人家拽出去 再把t等一 带进去 就会成 二分之一 Lawen2 然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斜率 这个 法线的斜率 跟切线斜率的关系 您清楚吧 如果这个 切线的斜率 是dy 比上dx的话 这个法线呢 应该是 互为 负倒数的 对不对 它俩是负倒数的 所以它应该是 求负的 dx比上dy 也就意味着 这道题 我需要求的斜率 其实是负的 dx比上dy 就行 好 在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你其实知道 dx除以dy 直接求 是办不到的 我应该 dx比上dt 然后dy 再比上dt 这样去算是吧 所以 这个斜率 其实是 x比儿 t 除以 y比儿 t 然后 再填上符号 好了 x对t 去求导 这是常规的公式 你给人家带进来就行 剩1 加上t方分之一 y对t呢 我们刚刚写过 这个y呢 化解完之后 是1分之1 loan1加t方嘛 所以你对t去求导 1分之1不用管 loan去求导 剩1加t方 1加t方再求呢 还会有一个2t 这个2 跟这个2分之1 其实就抹没了 这个1加t方呢 跟这个1加t方 也就抹没了 所以 它其实剩的是 负的t分之一 好了 这个式字写完之后 它会告诉你 对应的是哪个点 对吧 所以 此时的斜率 应该就会剩 负1了 好 点也有了 斜率也有了 这个方程 就可以写了 那就是 y 减去1分之1 loan2 等于负的 x 减去4分之π 好 如果你想化解 你就把它化解一下 然后最终呢 这个形式 整理一下就好了 故 x 加上y 减去2分之1 loan2 然后再减去4分之π 得0就好 这个事情就写完了 好了 再看最后一个题 当然这道题呢 我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 越快越好 准确啊 嗯 然后我去看一下 多久 大家能够做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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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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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s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么G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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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X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然 这个曲线 那么第二 这个形成的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向上 如果我定下来 这个圖 我定下来 太难研究 结束之后 共点 他们还 M处的曲线 那曲线 只要出出来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应该是 应该是 上面 他其实出的 ABCD 说这个什么 大概是 那 这个对大家 对吧 我把这些 请问 是的 一接下来 应该是 所以 所以 F2 F1 到2 我应该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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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0 看一下 是 F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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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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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我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S 是的 Y等于 先看 是的 看你定积分那块计算的公底 对就跟这个公式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 所以你去看看吧 这里又会涉及到 函三角函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来我们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强调过的事情 这里呢是零到π 这个ρθ 那就是直接把它带进去就行 那我就直接写了 那叫a乘上1 加上cosθ 整体的平方是吧 ρθ呢就是对这个式子 关于θ去求导 应该是负asinθ 但是是平方之后的嘛 所以我直接写a方sinθ 也没啥关系 好 剩下的问题去化解一下 这个积分表达式 然后这里是零到π 你把这个平方给人家打开一下 来我在这个小字的位置呢 去写一下 平方打开之后呢 会剩下a方 1加上2倍的cos 然后再加上cosθ的平方 是吧 其中 这个a方乘上1 跟后边a方乘上cos方 加上a方乘上sin方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变成了2倍的a方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还会有一个2倍的a方 cosθ是吧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条件 忘了写了啊 大家给它补上 星星线 这个a呢 是大于零的 我们要求a是大于零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结果 算到这里 应该长什么样 好 会把这个常数 2a方提出来 根号下2a方出来 因为我让a是正的 所以就会剩根号下2a 然后这里面呢 就会剩0到π 根号下1 加上cosθdθ 这就来到了 我想讲这道题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呢 这个积分 你还记不记得 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是的 含三角函数 又带根号的情况 是绝对不可以做换源的 你应该借助三角函数 常用的横等关系 将这个根号去掉 是吧 所以此时 我们想到 cos会有一个二倍角公式 它可以写成 二倍的cos方 2分之θ 减1 对不对 所以此时呢 这个式子 其实就能算了啊 这里是 0到π 这个二倍角公式 用进去 就会剩根2 cos 2分之θ 然后dθ 那有同学会说了 说老师 这个位置 不应该有一个绝对值吗 你仔细去看一下 θ的范围 θ是在 0到π之间的 所以2分之θ 是0到2分之π 此时的cos 是正的 你不需要管啊 好了 拿出来吧 这个位置就剩4a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剩 0到π 然后是 cos2θ 然后dθ是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个结果 再写一遍 这个位置 如果我给它凑成 d2分之θ的话 前边呢 就得乘上一个2 所以 其原函数 应该是 8a乘上 sin2分之θ 上线π 下线0 所以我并没有给大家跳步 然后我就完成了 关于 新形线 这个弧长的公式啊 好 把这个式子写完之后呢 我下面呢 再出一道题 这道题 如果大家会做 然后 弧长这块 我就结束了啊 来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 咱们来试试 你只需要告诉我呢 它应该用哪个公式 就行 这个是 2011年 数一的一道真题 说这个曲线 y等于 0到x tangent tdt x的范围 是在 0到四分之排之间 这条曲线 它的 弧长s 应该等于什么 这些年呢 不管是 数一 还是数二 其实都特别喜欢 套用公式 出一个填空题 所以呢 这个四分的题目 你这个公式 如果记得不牢 你可能就拿不到分数啊 所以请告诉我 这道题 弧长 应该用哪个公式 OK啊 这里呢 就会有很多同学 错 错在什么地方 他认为 这是关于t的函数 其实不是 咱们实际上是学过 变现积分的是吧 所以对变现积分而言 它实际上是 上限 x的函数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变现积分函数 所以这个y呢 其实是 yx 那于是 这个弧长的计算公式 应该来自于 dx这块 所以这个根号下面 应该写的是 1 加上ypx的平方 上下限 怎么确定呢 x最大的 当上限 x变化范围中 最小的值 去当下限 从而 这个结果 就可以被我们 叙述称 0到四分之派 根号下 1 加上 y呢 是变现积分 变现积分呢 对x去求道 就会剩 tx是吧 然后在dx 好了 我们把这个式子 摆到这里之后 剩下的 你能不能做对 关键是看这个 基本积分公式表 你是不是背得住啊 0到四分之派 1加tg的方 是second的方 开根号之后 second的是正的 所以有基本积分公式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 lone second的x 再加上tg的x 因为是 0到四分之派区间 所以这块是正的 对吧 我可以不加绝对值了 好了 剩下的问题 那就是把这个值 你给人家算出来 就可以结束了啊 四分之派带进去 second的四分之派是根2 tg的四分之派是1 所以是lone 跟2加1 0带进去 second的是1 tg的是0 lone1可以不写 所以11年 这道真体 最后的答案 求胡常的结果为 lone1 加上根2 或者你写 lone 跟2 加上1 都是对的啊 好了 这是 胡常公式 这个胡常公式 本身 它没有什么 特别难的地方 如果大家呢 觉得这块 我搞不清楚 一定要记住啊 求胡常 先选的是 曲线方程 真正的自变量 只要是求胡常 先选的是 这个真正的自变量 是谁 OK啊 下面呢 我们去看这个 第二个几何用用 看的是侧面积 那么跟这个 跟这个胡常公式有关 咱们还需要大家 去单独记一下 关于侧面积的问题 好了 这个侧面积呢 咱们仅限于这种形式啊 仅限于 实心圆柱体 旋转之后的 实心圆柱体 好 假设 这里 有一个 区别梯形 这个曲线呢 y等于fx 直线x等于a x等于b 和x轴上呢 从a到b 就围成了一个平面图形 我们要求呢 就是这个平面图形 绕x轴旋转 就会形成一个旋转体 是吧 绕x轴旋转 所得的这个旋转体 这个旋转体呢 它的侧面积公式 是书一和书二 同学要求的 第二个特殊的集合应用 那其实呢 大家自己 在看这部分教材的时候 其实是看不太明白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用二次近似的思想 也就是用文科教材 讲这块的思想 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侧面积公式 重点 其实不是在于 这个因为所以 重点呢 就是帮助 你在考场上 能够将它记住 OK啊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违缘法 该近似的 该分割的 哎 然后你都去 给人家进行一下就行 我们在这里呢 选x为积分变量 所以割的是x轴 那么这个点呢 就是从x到x加的x 这个时候 其实我就截出来一个 小细条 对吧 如果你让我去求面积 或者是求旋转体的体积 我都近似成矩形 但是呢 唯独在求侧面积的时候 我们不这样去近似 我们让近似程度 更高一点 因为那样近似 其实就不够了 至于为啥不够 你也不用管 你就把这个小长条 拿出来 此时呢 它会比矩形 其实近似程度更高 因为它叫直角梯形 是吧 这个直角梯形 这个唯一斜的 这条直角边 唯一斜的这条边 其实就是什么 是的 就相当于是这一点处 引出来的这个切线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DS 是的啊 我们就用上边的这个DS 来表示了 对 这样的近似程度就够了 对 咱们讲义上 不是咱们这个教材上 你看不懂的 其实就是这一块 也就是这个近似 这一块应该怎样去做 是吧 你也不用管它 这我们不考试啊 好了 那么此时呢 大的干什么 你就让小的干什么就行 所以此时 你就让这个直角梯形 绕着X轴去旋转 我就不给大家画了 这样转出来的呢 应该是一个圆台 对不对 应该画 画的话呢 应该就是一个圆台 我现在呢 去画一下 这个圆台的侧面展开图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基础的 大家其实都知道 这个正常情况下 圆台的侧面展开图 应该是用两个圆锥 面积之差来决定的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用的是微圆法 你会发现 这个DS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量 它跟谁相比会很小呢 是的 它跟这个 这个圆周的长度相比 会非常的小 所以 为啥会出现二次近似 其实就是在这里 我们认为 这个DS 比起这个圆的周长而言 小的太多了 所以 我可以近似看成是 上下这两条长度相同 于是呢 你在去求 这个展开面积的时候 我们又用了一次近似 这个近似呢 就用矩形的面积来近似 其中这个宽 就叫DS 上下两条边呢 我认为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简单 怎么来 大家很容易发现 这条边 所对应的函数值 应该叫Y 对吧 这应该叫Y 这个呢 应该叫Y 也就是F X加上DX 这点对应的函数值 所以 我们在这里呢 哪个简单 我用哪个 从而 我就可以把这个算 矩形面积的时候 这条长一点的边 我们给它叫2πY 是的 叫2πY 好了 那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侧面展开 近似之后的 面积的计算 计算公式 就可以用2πY DS来表示了 其中这个DS 叫狐卫分 其中这个DS 叫狐卫分 就是我们刚才 在学习 狐长公式的时候 我给大家推导的 三种情况 好了 这个呢 非常方便大家去记 从而 ΔA中呢 又没有高阶无穷小 是因为我用二次近似 全都去掉了 是吧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DA 就等于ΔA 用2πY DS去表示了 这就是文科教材 关于这个侧面积公式 推导的这个过程 其实会比同期大学的教材呢 理解起来容易一些 最主要的呢 是它容易背下来 是吧 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就很清楚了 DS 会因为 曲线 啊 曲线 字变量不同 有三种形式 有可能曲线方程 是Y等于YX的 这个时候的DS 就是根号下 1加Y平的平方 DX 那从而 这个2πY呢 也就相应的 改成了2πYX的组合 那如果这条曲线 是用参数方程 X等于XT Y等于YT来表示的 这个时候的DS 其实是X比尔T平方 加上Y比尔T平方 DT对吧 此时的这个Y呢 也就相应的 改成了参数式 叫YT 好 最后 那就是极坐标 这个极坐标 可以用R等于Rθ 或者是R等于Rθ来表示 这个时候呢 写起来就会稍微费点劲啊 我还是留点空吧 然后这个位置呢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写成 根号下R方θ 加上R撇方θ Dθ 关键是这个时候的Y Y我们知道 应该是Rθ sinθ是吧 OK 等你什么时候 把DA表示清楚了 你让我去求侧面积的时候 我就知道 来到了微圆法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对DA去计个分 从而DA有三种形式 那么A就会有三种形式 那你就再给人家抄一遍就行 OK啊 那有同学说呢 这个上下线怎么去定 照样 你这个算出来的侧面积 必须得是正的 对 侧面积必须得是正的 所以它得是 记完之后 是一个非复的数值 也就是大于等于0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记这个上下线 那么你就记住 如果我算出来是负的 把上下线颠倒一下就行 好了 胡长也是这样啊 行了 我就不再写了 因为这个公式呢 其实都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教材 或者是讲义上 给出来的这三个最终的式子 最终的一定得是正的啊 算出来一定得是正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上下线的问题 你如果算的不对 改过来就行啊 好了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知识点 先给大家讲完 这个题呢 你可以去截下图 你课下的时候再去做 我还得去讲一个 我争取把这个 几何这块讲完啊 然后有时间 我再带大家去做一个题 套公式 去求侧面积 大家应该掌握的还行 因为它跟这个 胡长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呢 是其他的课程 几乎不会涉及的一个考点 这个是96年考过一次 而且只考过这一次 所以在其他的课程里 你可能很少听到 那我们就再讲讲它啊 我们说 平行截面面积 已知的立体体积 这是数一和数二 共同要求的 特殊的几何应用 第三个问题 我们通常情况下 会把它 画成什么样的一个图呢 来 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好了 我们说呢 假设有这样的一个体 这个体呢 它所占据的 X轴的范围 是从A到B这么大 它跟其他的体 有什么不同呢 你现在呢 就拿垂直于X轴 任何一个平面 去结这个体 那总会结出一个结面 总会结出一个结面 那么这个体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个结面的面积 其实是 X的一个函数 这个结面的面积 其实是 X的一个函数 从而 我认为 你让我去求体积 我就只需要 把这些面积 全都加在一起就行 那么 无限向求和 本身 就是定积分的定义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认为 你让我去求的V 其实可以看成是 AX的积分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体 所占据X轴的范围是多大 那么这个积分呢 就从哪到哪就行 如果你觉得 这样听起来太费劲 那么你照样 还可以用微圆法 去给人家实施一下 你可以去结 从X到X加ΔX这一段 这个是X 这个呢 是X加ΔX 只要ΔX足够小 那么这个体呢 你就可以把它近似 看成是一个圆柱是吧 你看成是圆柱的话 这个ΔV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AX乘上ΔX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DV 其实就可以写成 AXDX了 所以从微圆法的角度 你去对这个DV 记个分 照样能够去理解 平行截面已知的 立体的体积公式 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吧 所以但凡是 这种形式的体积 其最核心的部分 应该是AX的找法 你能把AX求出来 这个体呢 就只剩下纯算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去看一个题目 这个因为很少有人去讲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题 这个旋转体的侧面积弧长 基本上每个老师都会讲到 那么我们去看看这个题 看清楚 他说呢 一个平面 经过半径为R的 圆柱体的底面中心 并与这个底面的交 并与这个底面呢 相交 乘这个角度α 我给你加了一个条件 叫α呢 大于零小于二分之π 计算一下这个平面 结圆柱体 所得立体的体积 OK啊 你先把这个 画好好的去说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手边 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 矿泉水平 或者你的水杯 或者一切呢 可以看成是圆柱体的东西 你拿你的手呢 去比划一下 当一下这个平面 你咔嚓 去给它结一下 然后你就去想象一下 这个结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类似 我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就是 是不是就结出来 类似 我画出来这样的一个图形 是吧 OK啊 好 在这里呢 数学上 如果是做应用题的话 没有坐标系 你一定要先建坐标系 所有的应用题 如果没有坐标系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先建立坐标系 所以像咱们这个 你这个圆柱体 它是经过底圆的中心的 所以 这个底面圆 它的圆心 就当成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的 这个零零点就行 好了 我把这个切平面 所在的这条线 我给它定义成X轴 与它垂直的这条线呢 我给它定义成Y轴 OK啊 那么此时 你把这个底面圆 剩下的这一半啊 你给它画在这里 然后截的这个平面 截的这个平面 我给它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图 大家能够看出来啊 好了 我现在要求的 就是这个立体的体积 好了 我在这里呢 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大家看啊 我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看看 你截出来的这些体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这些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累加出来的 对吧 它是不是就是这些直角三角形 累加出来的 你竖着拿这些平面去截它们 这个截面 应该全都是直角三角形 是吧 是的 所以 你去看一下 如果你的半径是R 那你的X轴上 这个体所占据X的范围 应该是R 负R这一块 是不是 所以我这个积分呢 如果对X进行的话 它肯定是从负R到R去积分 对X 那么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种形式的面积 也就是刚才这个公式中 AX应该怎样算 对吧 就是这一块应该怎样算 行了啊 我把它涂成红色 实际上是为了让大家去看 每一个这样截出来的 都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看 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面积 应该怎样去求 好 假设这个点 是负R到R上 任意的一个点 我就可以用X来表示它 假设这个点 是负R到R上 任意的一个点 我就可以用X来表示它 对吧 它在X轴上嘛 所以这个点的坐标呢 应该叫X0 我问一下大家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点 应该怎么描述 我图称蓝色的这个点 应该怎么去描述 是的 这个点呢 横坐标是X 纵坐标是Y 对吧 它在什么地方呢 它在圆柱体的底圆上 所以这里的X和这个Y 它满足X方加Y方 等于R方的关系 这个能听懂吗 这个曲线上点 X和Y是满足 它们在圆上 它们在圆上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大家 这里的XY 其实就是X 根号下R方 减去X方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Y跟X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至此呢 你让我去求这个面积 其实我大概清楚了 我还知道什么呢 我还知道平面 与这个底圆 它形成的脚角是α 那也就是 直角三角形 左下方的这个锐角 是α 好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条边的长度 应该用什么来表示 这条边的长度 和这条边的长度 你应该用什么来表示 行了 我们一条一条的去看啊 好 我们先去看这条边的长度 是不是 如果这条绿色的边的长度 能求出来 剩下这条绿边的长度 其实是刚才绿边的长度 乘上Tg呢α 对吧 很好啊 所以 我先求第一条绿边 我先让刚才那条边 还是红色的吧 这样说起来会更清楚一点 它还是红色 我们先求这个绿色 没错 这个坐标叫XY 所以 这条绿线的长度 其实就是Y 好 那这条红线 现在呢 我也把它涂成绿色 第二条绿边的长度 第二条绿边的长度呢 应该是Y乘上Tgα 对不对 OK啊 所以 对于直角三角形 去求面积而言 这两条直角边的长度 我如果都能求出来的话 你只要在二分之一倍 其实就已经能表示这个面积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写得很清楚 这个面积呢 最终要写成X的函数 从而 这里本身是二分之一 Y方Tgα 我们知道Y呢 是等于根号下 R方-X方的 所以此时 AX最终的表达形式为 二分之一 这里是R方-X方 然后再乘上Tgα 好了 所以这种形式 去求体积的问题的时候 最核心的 还是把这个截面的面积 AX求出来 对 像我们给出来的这道题 一定要先建坐标系 因为纯文字 没有坐标系的时候 建个坐标系 才能将XY的关系说清楚啊 行了 等AX有了 你让我去求体积 就变得很简单 它就是-R到R AX去积个分就好 行了 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R到R 二分之一 这个是R方-X平方 然后Tgα是吧 行了 这是一个偶函数 Tgα呢 可以直接拿进来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去算 Tgα出去 0到R R方呢 减去X方 DX几分是吧 对称性 用一下就行 R三次方 减去三分之一 R三次方 应该就是三分之二 R的三次方 然后是Tgα 你就可以结束此题了啊 好了 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特殊的几何应用 第三个问题 叫平面 这个平行截面 已知的立体的体积问题 只是在96年 考过一次 我把这个题呢 也摆在这里了 这个96年的这道题 我也放到这了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课下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道题去做一下 你做不出来 我下节课再讲就行啊 OK啊 这是96年 我写的这个3 其实是现在的2 就以前呢 叫试卷3 也就是对应 现在的数学2 是96年 试卷3上的一道原体 这也是这么多年 唯一一次 考到平行截面 已知的立体的体积 从这个考试的频率上讲 这个呢 是出的最少的 其次呢 是侧面积 出的较多的是 1面积 2弧长 3就是那个 旋转体的体积 然后近些年呢 在一些比较难的 这个试卷里 还会有致心的问题 致心呢 我们到二重积分的时候 再去跟大家去说 好了 我给大家呢 留两个练习 第一个呢 就是我拿绿笔 圈起来的96年 试卷3的这道题 你回去的时候 尤其是要求高分的孩子 你去做一做啊 你可以截下评 第二个呢 就是我刚才 没有时间去讲的 这道题 在这个体积和表面积这里 书2呢 还考过这道题 这应该是16年吧 大概是16年 考过的这道题 我看看是不是16年啊 是的 2016年的书2 好的 这道题 你先去做 然后呢 这个书1和书2的专题 不止今天这一次 以后还会有 因为我们今天呢 在定积分的物理应用这里 还没有讲完 包括便利做工 液体压力 和这个万有引力 这三个问题 我们还没有去讲 所以我们还得去抽一个时间 再给书1和书2同学 加一次课 OK 所以你今天呢 回去 尤其是要求高分的孩子 你先把 我不值得这两个作业做了 咱们下次 再讲专题的时候 再单独去给大家讲这两个啊 OK 下节课就得让书3的回来了 咱们不能总 总料下 这个书3的孩子 不管 我们下节课呢 来讲这个第三章 关于积分的习题课 下一次课 书1书2书3的都到 然后我们去讲积分的习题课 OK 积分的习题课 讲完之后 咱们就开始讲下策了 好吧 咱们就开始讲下策了 对 趁这段时间呢 请你把这个积分 包括咱们之前留的这些题 还有这个大黄里的题 你都去做一做 积分的题呢 非常的多 只要你有时间 没事做两道就行 保证你这一天有事干 OK 行了 也辛苦各位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到此结束 大家回去一定要好好复习 因为上策结束之后 下策其实就很快了 基本上都是上策的理论 就是计算量稍微大一点 OK 上策学好了 下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履平穿 OK 是的 到这个 我们开始讲下策了 书2呢 就要跟 就快要跟样妈说拜拜了 书2下策的东西非常的少 没记节课就结束了啊 行 我们就 就这样了 我刚才呢 就是有一个孩子 就是 牛起来啊 我可能说话 不是特别 恰当 你不要往心里去 孩子啊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是的 以后呢 你如果想让我去读你的ID 我就只读 牛起来好不好 OK啊 行 那就先这样 包括这个样妈的干儿子 欢迎你回来 我不知道你前段时间干啥去了 但是 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你也可以跟这个样妈去讲 好了 各位拜拜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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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